昨天也带您关心了 打火弟兄陈奕锐呢 上个星期六训职火场 留下了他的白发双亲 还有在高雄市也担任消防员的哥哥 所以妈妈非常的担心 她说她不希望再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悲伤的情绪 所以呢她就跪求内政部长李鸿源 希望让哥哥调回嘉义市的老家来服务 那么现在事件有一个最新的进展 高雄市消防局已经证实 已经展开人事作业 近期就会尽速让哥哥回到嘉义来进校道 也可以完成工作